好 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觀眾朋友 我們的蘇院長說 他即將要發放的五倍券 是可以長高又變胖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換術 我們來聽聽看蘇貞昌是怎麼說的 所以五倍券可以長高又變胖 這個行銷的手法 蘇院長已經講兩天了 昨天講 今天又再講一次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 那當然是他在推行 或是為他的政策來背書 那其中有一點 為什麼他願意 不要讓大家再掏一千塊來換 他的理由是說 我們今年前半年 全年的經濟成長蠻高的 預估可以到5.88% 創下11年來新高 所以這個經濟成長成果 應該由全民來共享 他講這樣的話 有些人也不同意 覺得說蘇院長好像是一個 副權勢的管理 他是大家長 我說了算 錢是從他口袋掏出來的嗎 看起來也不是 如果是全民共同打拚的成果 那也是我們的錢 好像一定要你說 我給你利用錢500 我給你利用錢1000 這種副權勢的想法 難道就是蘇貞昌 他比較願意他的行進模式就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看今年1到6月 除了我們經濟成長好之外 我們還多了2000億的稅收 那當然股市貢獻不少 證交稅蠻多的 如果說這個2000億多收的稅收 把它還給民眾 那我們來除除看 2000億除以2300萬人 連小baby都算在內 一個人可以拿到8.6元 能不能就直接全民共享呢 那也是我們8.6萬 這也是我們全民自己努力 打拚來的成果 不是嗎 我們來看看美國的這個情況 我們新聞大白話 在YouTube頻道上面 會有很多人comment 很多人批評 或者很多人留言 那這個是一個 住在美國的網友 他說美國在新冠肺炎期間 三次送出紓困金 每個人大概是總共 加起來是3200美元 差不多是9萬台幣 最近一次的紓困金是1400 國會 美國國會 已經在3月10號通過了 三天後第一批人驚喜 看錢已經入帳 意思就是說 他另外 不過這個是全民的 那另外有一些是因為疫情失業的 每一個禮拜還會發放600美元 待會可以問一下方恩格 是不是每一週可能還不一樣 那我們看看 美國真的很羨慕 什麼都講美國 我們覺得美國好棒棒 我們自己在等經濟成長才能全民共享嗎 據說這是最新的消息 聯合新聞網說250萬美國人 像這樣的紓困他們還覺得不夠 所以他們在線上連署 還要有第四輪的紓困 美國真的是這樣子嗎 方恩格先問一下 民主黨現在他們是掌控國會兩院 中院三院還有白宮 拜登總統是民主黨 他們只有這個主張 他們希望有多類似社會福利或紓困的案子 所以如果是他們自己能決定的話 他們可能無限就花這樣錢 另外不管是安清班或免費上大學醫療等等 可以花他們就會花 民主黨就是有這個想法 因為他們是以社會福利為主 像拜登為什麼他是這麼急著要撤退阿富汗 因為他想把focus回到國內 尤其是在這個紓困方面的方案 所以他當然從他的他的想法來看 他是真的是不希望繼續講 繼續講中東阿富汗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把這個schedule就加快 因為他希望可以多在這方面多花錢 是 那我們想問一下發言格 這幾天或者這幾個禮拜 大家都在炒發不發振興券 還是直接給現金 其實只有台幣五千塊而已 這不多 大概一百多塊美元 都不到兩百塊美元 你覺得台灣發振興券這件事情 很蠢嗎 還是很棒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經濟成長這麼高 為什麼他要發放這筆錢給大家 可能是因為地方選舉 明年就到來了 你覺得是保裝 夠一年多又是總統立法院的選舉 所以政治人物都支持 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都支持 這樣花錢 我們就從政治的角度來分析 我們都可以理解 然後我外國人也會理解 為什麼台灣政治人物 在這個時候想發放這個紓困金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台灣有這麼多錢 這麼富有 那為什麼不能收容 即是個阿富汗難民 另外台灣這麼富有 有這麼多錢可以發放五千塊給大家 為什麼還要拿 利紗威尼跟索瓦克亞兩萬的 兩萬劑的疫苗 真的有這個必要嗎 台灣也沒有那麼窮 對 我們台灣其實很有錢 難道不能收容一些阿富汗的難民嗎 難道還要收一些小國 給我們的一萬或者是兩萬的疫苗嗎 來 賓哥 我完全贊成Rose剛剛的講法 我們台灣又不是乞丐 明明他有錢 幹嘛像個乞丐一樣 就跟人家討一萬兩萬 而且我跟大家講 我要再次強調 那真的是我們去討來的 不是人家自己發散心 要給我們的 那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就完全跟個乞丐的錯法一樣 我不懂這個政府到底是為了什麼 再來我必須講 蘇貞昌真的是我這輩子 看過臉皮最後人 明明是你的政策被人家打到 連腫到你媽都不認識你 然後結果你現在還裝了一部 好像你自己很偉大 這個現金會長高又長胖 現金會長高又長胖 沒有 那個消費金會長高又長胖 那你就放在這邊 到最後一天再買 他已經長得最高最胖 到時候再拿去買 這是靈異事件嗎 現金會長 我跟你講現金只有一種情況下 會長高又長胖 叫通貨膨脹 其他都不會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真的覺得 蘇貞昌你真的是 劈了橡皮的賊 那個已經厚到破極掛 都打不穿了 還好意思講說經濟成長率越高 連肉死都知道 經濟成長率這麼高 那你還振興什麼 你有毛病 你有什麼好振興的 所以這很顯然 這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昨天我在友台 亮哥跟我講說 這個政治操作 因為我太顛真 我不懂 為什麼要這樣操作 因為年底有公投 他故意拖到10月再罰 你看本來的行政程序 現在來講已經縮減很多了 結果他反而只能一個月 延到10月 目的是為什麼 目的是為了去影響公投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人手上有 這個正心舞碑券 再加上周邊有很多商家 可能真的會配合 或有一些折扣或什麼東西 然後民眾心中就有小確幸 然後這時候看到 這個正心舞碑券 你就會想到民兵黨的得正 這時候你會想說公投不要去投 難道這一切都是有算計的嗎 一切不是以民眾的利益 為優先出發點嗎 今天蘇貞昌跑去嘉義 那個蒜頭糖鐵的延伸計畫 他跟英系的縣長 包括這個翁張良 還有這個陳明文 通通都在列 那當記者問到說 這所謂五倍勸 大家溝通的過程 是不是很順暢呢 來蔡逸宇有一些怪表情 我們來看看 那今天早上來視察嘉義瑜 英系立委是否溝通無礙 好 你可以看到 蔡逸宇的這個眉毛很有戲 有沒有看到 來 他網上這個整個網上調了好幾下 大家知道這個蔡逸宇 是英系的立法委員 那這個英系就是小英這一邊的 是不是因為在過程中 蔡英文總統跟蘇貞昌院長 我們的雙手手掌置 這兩大巨頭其實意見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蔡逸宇在蘇貞昌背後 做鬼臉 蘇貞昌 我接含病 是頑固又實在是很糟糕 至少現在一千塊不用拿出來 要不是民意批評 他不是堅持嗎 好 回到剛剛他講那個論點 他說這個五倍券下來的時候 大家會在拿著繼續花 繼續流通 會產生這種擴大的教育 這個叫做陳述教育 但是蘇貞昌 你今天如果發現金 我現金如果拿去這個 那個老闆收了那個錢 一樣也會去流通 為什麼三倍券五倍券才會去流通 你這個什麼怪邏輯 你如果說要長大長胖 我教你 如果說我這個五倍券一千塊 我第一次使用一千塊 蓋個張 第二次使用的時候 長胖 這一張變一千五 大家就會繼續用 到第三次長胖變兩千 這個才叫做長胖 有嗎 一千還是一千 我就跟現金有什麼差別 你一直這麼堅持 然後讓大家很費力 很費事 你要希望產生的陳述效應 不可能你講的那樣 那如果今天你每一張上面的券 你都有電子編碼 沒使用一次 你真的就讓他長胖 一倍三 百分之五十 那才是產生你說的效果 你這麼亂扯 那為什麼是這樣堅持 然後剛剛蔡玉儀那個 為什麼是那個表情 因為基層明代知道的 那個下層苦哈哈 大家嚇得不下去 現在那個很多小倉家 真的是已經枯竭了 很需要活水源頭 很希望建籍履籍 早就該發現金 你不發現金五倍券趕快發 剛剛韓濱也講了 就拖 為了他們的政治考量 你這樣一種決策的東西 你都不知道那些商家 看在心裡什麼感覺 他都在想說 等到你十月拿到的時候 手上現金 滾燙燙的 你就會對政府感恩戴德 去公投的時候 你就對他手上留情 甚至對他好 你不知道現在多少人已經撐 多少商家已經撐不下去了 你早一天下去 早一天產生效果 而且是現金最好用 我再次跟你講 你那個什麼邏輯 要長胖 你們聽懂的話 第一次使用一千 第二次加這個使用 你就長胖 邊一百五 大家就喜歡用 第三次再乘一下 你沒有這種效果 你沒有這種刺激效果 你胡扯些什麼 所以我說他這個是 不懂又硬拗 下面成不是政治考慮 所以我說你看那個德信 你今天他到底在怕什麼 怕他下台 如果公投失敗 包括最近這種意義 防疫失敗 他當然是想要讓自己能夠漂漂亮亮 你多大年紀 你掌握權力多久 你還這麼戀戰 你這樣對得起基層百姓嗎 我沒有看過一個這麼糟糕的政客 講到說美國的例子 我們知道其實美國的紓困方案 或者是美國就是直接把錢送進 這個公民的戶頭裡 這件事情 我們台灣很多人都在討論 現在我們討論的是 這所謂的5000塊的振興券 可能在蘇院長的念頭裡 他想要紓困跟振興一次完成 可是我們在社會的底層 因為台灣的貧富差距其實越來越大 有些底層的民眾 他的生活已經快過不下去了 還用振興券 美國會發像這樣的振興券嗎 我聽到的是像食物券 那coupon可以去超市買食物 通常這個服務庫房是給最窮的美國人而使用 那有聯邦政府也有州政府都有了 所以情況真的是很不一樣 但是台灣也是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台灣是非常富有的一個國家 台灣也是科技很發達的一個國家 所以從外部來看 為什麼台灣要用這個捲 對沒有直接回進戶頭就好了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 農一個系統等等 讓大家拿到這些券 我覺得我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我們也不懂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